从这种这个许新的这种取得冠军应该是情理之中吧 其实像我们这一次直通巴黎的最大的一个特色 也是一直在强调网上纷争也很多的一个网络票选 这已经选出了前三名了 王浩 马林 还有郝帅 对 那您觉得这个票选的前三名 在您的意料之中吗 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您个人觉得在您意料之中吗 三个人气王 因为这个我从两点去分析一下 一方面的这个因为从成绩上讲 从这个目前的国际比赛啊 包括这种对内积分啊 这种成绩上讲的应该说是在情理之外 因为毕竟奥运会刚结束 张继科这个马龙都参加奥运会团体赛 对吧 张继科也拿多的单打冠军 对吧 没有进入到前三名 这应该说是在情理之外 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呢 可能在于这个网络这种投票当中呢 这个大家的人气上讲 可能关注他们心中的偶像 比如说马林啊 包括好帅啊 他们支持的这些球迷相对多一些 相对 好的 网友朋友们你们好 这里是中国网络电视台五家体育台 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直通巴黎 视频赛选拔在第二阶段的比赛 现在场上对阵的双方呢 是延安对阵许新 那么为大家呢 也是准备了四个信号的线路的选择 大家可以在页面中呢 看到这个大的视频框 右边的四个小视频光 可以分别的拖到大视频光中呢 进行四路信号同时的观看 这也是我们五家体育呢 首次新媒体的开创性的一种直播方式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其实延安这名选手也是算小得远吗 就三年的 延安也是最近这个我们近几年 中国南平崛起的这个后备力量 比较突出的选手之一 在近几年的这种超级连赛中 他的胜率始终是 应该是排到了前六名 也这个从成绩上讲 最近这几年是进步相当快的 93年其实我现在想想 根本不能说是小队员 你想今天早上樊振东16岁 对 然后对于延安来说 这个年纪应该也算趋于稳定的 一个年最少了 对93年 因为现在也是在19岁左右 在中国南队来讲 你像王浩 包括像我们的刘国良主教练 在这个二岁左右的时候 也是基本上已经担当 我们中国队的这种绝对主力 所以说在这个年龄段当中 应该说是运动成绩水平是进步最快的一个阶段 他们的教练在场下也是不断的鼓掌 虽然说像这场比赛可能观众不是这么多 因为是队内的选拔 那您觉得这教练在场下的鼓掌 是否给场上的队员也是一种激励或者说是暗示 对 您作为这种选拔赛来讲呢 为什么要 我们要公开性质地进行这种直通比赛 并且采用这种网络直播的这种形式 主要是还想把这种比赛的这种质量 对抗性 把它接近于大赛 甚至超越大赛这种氛围 所以我们作为刘若阳主教练呢 对我们教练呢 也提出要求 这个在场下当中呢 也把它当成正式比赛 去对待 所以从这种比赛的这种心理上 包括战术布置上 都非常的严格 所以说我们看教练下面都 给队员鼓掌加油 那鼻风来到了8比4 那马指导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两位队员的一些打法上的一些特点 许鑫呢 他是我们中国的这种纸板传统打法 但是不同的是呢 他与王浩尔相似 他反面有这种纸板横打的这种技术 这个许鑫的特点呢 相对就是技术比较全勉 他正手呢 进攻能力 连续进攻能力比较突出 再一个的特点呢 是许鑫的这种对外比赛的这种发挥 往往经常有这种超水平发挥 甚至越到大赛 他的心理素质 他的扛压能力特别的强 这个是作为这种年轻队员 尤为可贵的一点 而延安呢 所以我们这个是近期这种主流的 我们做横板的两面进攻打法 对 早上曾志尔也说 好像除了这种横板的 或者是双面反交的 其他的都被称为非主流 对 所以延安呢 现在就是基本上 现在我们全世界都在这种 基本上为主的一种横板 两面进攻打法 延安呢 相对特点呢 是比较灵巧 他的打球的这个战术意识啊 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衔接能力啊 包括他的自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 速度啊 都比较快 所以说呢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有特点 所以年轻队员当中 他能够挤身这种主力层 这种形成对抗 这说明他的技术上呢 相对还是有过人的一些地方 那刚刚呢 在谈话间呢 第一局的比赛已经是11比6 延安是暂时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我在之前看到一篇报道啊 知道就是许昕说过 他要捍卫中国的纸板打法 对 因为许昕呢 也是继马林王浩之后 我们中国南平的这种 可以说是接班人 纸板的接班人 所以在这种打法呢 一直在我们中国南平 在这种国际舞台上 取得这种辉煌的战绩 是最主流的这种打法之一 你比如说像刘和良主教练 他取得奥卫会冠军 包括马林 对 中国好像这些钱里面 一直都是直板 包括王浩和马林 始终现在活跃到 我们这个国际舞台的 最尖端的水平上 在团体赛当中的话 都是这个我们中国 男团的绝对主力 所以说许昕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们这个教练呢 也非常高兴 他有这种抱负 有这种野心 能使这种打法 能够发扬光大 这许昕的责任 也是非常大的 王爷朋友们你们好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局的比赛 这里是由五家体育台 为您现场直播的 直通巴黎第二阶段的比赛 在上一局呢 延安对阵许昕的比赛中 是由延安以11比6 暂时领先一局 现在第二局的比赛 那我在今天早上啊 就还是刚刚那个直板的话题 有跟曾传强老师一起聊过 然后曾老师觉得 当然我觉得曾老爷子 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直的人 什么都敢说 他说他觉得人为的保护 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如果要是时代的这个潮流发展 是需要是横板的这种 可能往后就是横板了 曾传强老师说的也很正确 曾传强老师从这种常年 因为这个国平 我们中国平凡球队能够长期屹立在这种 世界这种尖端水平上 我们总结下来最重要一条就是竞争 竞争力 来 使队员能够他的技术水平 得以最佳的体现 曾传强老师说这种纸板 不能靠保护 他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因为许欣大家也看到了 在近期上个月当中 他取得了这种 他现在世界排名已经排到第一名 他这种排名也是通过 每一战的公开赛 每一次大赛当中积累起来的 也并不是说我们男平 故意的去保护他 包括去重用他 他也是通过他个人的成绩 一步一步积累到这种 世界排名第一场 当然你说作为这种 如果能够让国人放心 真正成为我们国家队的 主力这种核心团体队员之一 他还有需要一段路去走 因为许欣目前确实还没有获得 我们所谓的三大赛的 世界紧描赛 奥运会 世界杯 这种单打冠军 我也是看采访有说 刘国梁说可能把许欣 作为队内的绝对主力 或者说男一号 或者说跟张立克他们并练 都还有一些差距 对 因为许欣 从打法上来讲 他这个相对来讲 还是有一些 可以被别人制约的地方 比如说许欣的揭发球 在一个比如说许欣的速度 相对来讲 你在这种顶尖水平当中 还是容易 比如说被马龙 被张继科 他们技术所限制的一些地方 所以说可能对外国人来讲 可能抓不住他这些漏洞 但我们每天都训练到一起 对他的漏洞还是比较熟悉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 像目前的延安 包括队内 还有一些年轻队友 和许欣在比赛当中 也是有一些机会 谢谢大家 你看第二局的比赛中 许欣又是反过来领先 8比3 现在两人的实力 您觉得 应该说是一对老对手 因为从今年的 从一二年的下半年开始 就是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 他们两个可能交手过三到四次 一次是在俄罗斯公开赛的半决赛 许欣当时是4比0 战胜延安 但是在10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当中 许欣是3比4 最后负予延安 在第一战的我们直通第一战 第一循环当中 许欣是3比2 也是显示远安 对 两人交手次数是比较多的 现在目前从战绩上讲的 相对也是互有胜负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 是3比4 十一 十二 十二 好的 第二局呢 也是进行的非常快啊 11比5是许昕又扳回了一局 你看这教练员都在下面啊 跟双方再说一下 我其实每次都特别想知道 教练员到底在跟他们说些什么 教练员也是根据场上的一些局势变化 因为在赛前呢 所有教练员呢 也对自己的队员呢 布置一些战术 但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 可能在互相都在 把对方的一些战术吃透 互相呢 也在去给对方设计一些困难 但是像打到我们国平 现在目前这种顶尖选手的这种女人 他们的这种洞察力是非常强的 可能你一两个球的变化 他可能就可以猜到你的战术变化意识 所以说随即的这种 拆招啊 自己的这种布置战术啊 这种是你来我往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我们场下的一些教练员呢 也是在动脑筋 这也是我们中国队的这种 能够持久长久的这 占据这种 优势的这种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场下对教练员的这种 战术的这种布置 是相当到位的 马上第三局的比赛要开始了 我们直通巴黎第二阶段呢 是五局三胜的比赛 这里是五家体育台为您现场直播的 直通巴黎第二阶段的比赛 其实我们这一次呢 马之道也可以看一下 雷游这里呢 也是有我们的观看的页面 其实现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同步的看到 这是一个主的页面 左边 然后右边是四个分别的 这个不同的机位 因为马之道在这边也可以看到 有四台摄像机 分别对着不同的角度 那么您想看哪一个页面呢 您只要这样把它从右边用手拖拽过来 就可以在这个框里看到 可以说四个角度都可以同时看得到 然后您点击哪一个画面呢 就出来是哪一个画面的声音 当然这个前提是要网比较给 在我们这用的无线网 可能这边看起来就会比较的卡 如果在家的网比较好的话呢 可以四个角度一起来看 这也是我们一个创新 马之道您觉得这个看起来怎么样 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采用网络直播 也是我们 我刚才听你所说 也是 国内史上第一次 对第一次对我们乒乓球进行 这种网上现场直播 刚才我看你这个画面 像因为 从不同角度去 不同机位的去看这种比赛 确实是一个新的一种城市 对我们 我们每个球迷的这种不同的所好 不同所需 提供了这种画面上的这种支持 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全新的一些尝试 但我相信也是对这种 喜欢乒乓球 去钻研乒乓球的人 是一种非常好的途径 比如说他喜欢许新的发球 他可以在这种 可能一号机位中 专门的针对他的发球的动作 甚至许新的动作 可能就整个页面当中切换出来 对我们有一台机器是专门盯着许新的 然后这边还会有打点 有慢动作 有回放 只要你这边看不清楚 都可以在这里页面上点出来 所以我说这种形式的这种网络直播呢 也是一种创新 也是一些的这种 随着网络时代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发展 也是对于我们乒乓球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宣传 特别是对一些 在于这种初级阶段 甚至在这种业余体效 甚至在于省队的这种水平的运动员 都是很好的一些这种业务学习的一种机会 对于这种我们顶级运动员的动作 甚至他们的一些表情 甚至他们的一种握拍法 对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队员 可以近距离的 这种全方位的去学习 没错 而且这样其实以后 比如您要是带着队员再去打比赛 直接从晚上 现场就能够去分析对手的一些 因为跟着我们 如果是我们进行直播的话 这个镜头 以及这手感 手上的一些小动作 都能够回放看得到 这也是我们网络的一些这种优势 我觉得 两个人对拉的还是很凶残 但是就我上午看的话 我觉得王立琴和马龙的对拉 看起来好像还更好看 用曾老师的话说 就是更好看一些 因为马龙和王立琴都是右手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弧线 这种线路 相对来讲比较舒服 现在许芯和延安是一左一右 相对来讲的这种线路上来讲 就有一些别扭的地方 所以说你看着比较凶狠 但是板数可能少一点 相对少一点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 一个左手对左 左手对右手和右手对右手当中 就是在这方面 是有一些这种区别的 再一个呢 现在就是因为 毕竟从打法上讲的 马龙和王立琴的相对 都是以打实力 实力球 相持球为主的 所以他们的回合球 对拉会形成的次数非常多 像许芯和延安呢 相对来讲 前三板都盯得比较紧 所以大家可能感觉到 他们板数相对少一些 但是呢 球都非常别扭 你给我不输 我也给你不输 你控制我 我也不会让你输 所以说呢 板数上相对少一些 但是球的这种质量 丝毫不亚于 王立琴和马龙的这种球 那王运琴们如果有什么想要提问的问题呢 可以在CNTV的官方微博中留言 一会儿呢 赛后呢 我们也会对获胜的运动员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 所以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理由都可以帮你们带到 但您要是有什么技战术的问题呢 想要请教我们马之道呢 也是可以在博博中留言 马之道一定也是会 请尽所能地告诉大家 我 就想到在上午 王立琴对马龙的比赛中的 最后倒手第二球 也是马龙给王立琴上演了一场表演赛 两个人都顺着鞭打 都已经打到了对方的场景中了 对 王立琴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嗯 也是 嗯 国类观众嘛 也是献上一些这种表演的这种球 这一球马之道给咱说说吧 嗯 这个球应该是许行主动上手 这个应该是也有一些机会 但是在这个延安的这种揭发球摆短过程中呢 它采用一个加转摆短 嗯 这个球的虽然看上去有一点高 但是它有旋转 所以落台以后呢 停在了原地 所以许行呢 可能判断上有一些误常 我看到有网友啊 海瑞同学说这个挺好的 但是为什么许行只有一个机位换来换去 是这样 我们可以四个信号一起来看 还是要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的网友们们 可以呢 从你的画面的右方的四个小格中呢 把它拖拽到左侧的大格中 你就可以四路信号一起来看了 嗯 不一定是只有许行的那一路机位的 所以大家呢 还是尝试一下去了解更多的新的我们的页面的一些功能 这也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些特色了 好 那马之导 那您现在啊 看到现在许行和延安两个人打的也是不相上下了 您觉得在战略水平和现场发挥中 谁更占优势一些 现在 因为从目前局上看呢 应该说是许行现在通过第一局输球之后呢 在揭发球上还是有一些调整 因为他第一局当中呢 在4比2的时候 最后输到了9比4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他正所谓的正所短去揭发球出一些问题 我看从第二局开始呢 这个 他的揭发球呢 有一些调整 从揭发球的白短的护线啊 包括可能有一些的反手拧拉 所以 基本上漏洞不大 所以那延安呢 相对来讲 上手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因为他两个人呢 相对比较熟悉 所以成败呢 在揭发球前三板上非常重要 谁再控制好了 揭发球这个环节呢 相对来讲 优势就大一些 好 现在呢 进行的是第四局的比赛了 网友朋友们你好 这里是中国网络电视台 五家体育台 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只能发展第二阶段的比赛 大家看延安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出手以后许昕还在原地发愣 这是刚刚您说到许昕一个 在这个速度上的一个劣势 对 因为在这种前三板当中呢 应该是延安呢 相对有一些优势 他毕竟两面上手 他如果机会好的话 他可以直接扫出去 所以许昕的正手位相对来讲 还是有一些空档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许昕在揭发球上 一旦给延安这种办机会球 他压力就非常大了 是的 所以也在拼发球 拼揭发球 拼揭发球 早上曾主导师说了 揭发球这一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对 所以许昕 摆短摆不住 侧偶身来再去拧了 又丢一分 所以从直板的角度上讲 许昕现在在揭发球上 还有很大的潜力 还有在提升的潜力 对 因为像这种纸板来讲 像马林的这种白短技术 现在是许昕应该去学习的 因为作为纸板来说 前三板主要是还是在于主动上手 但如果他揭发球给对方空间很大的话 他上手几率就会很小 他会形成主动的防守意识 从球势上讲就会很下风 所以说这项技术对许昕来说 现在来说非常重要的 现在在这张主场地旁边 还是其他的七个台子的比赛在进行 因为是队内的一个大循环 我们也只能有这么一路信号 为大家进行转播 我可以看到 网友们看不到 马之导总是下意识地 把头扭向了我们的右后方 因为右后方是陈奇在进行比赛 后边是马龙对周宇 刚才可能周宇三比零胜马龙 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闻 周宇三比零胜了马龙 所以一会儿周宇对阵张继科的比赛 那早上张继科也是输给了小将五号 不过这种大循环 输几个人也是 很正常 像这种对内的 特别是到这个层次的 我们对内的这种直通选 为什么说是非常充满了血性 也充满了这种刺激 因为毕竟大家同时生活在一起 每天训练在一起 对彼此的这种了解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技术水平相对来讲 也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除去我们海选成功的三名队员之外 我们现在在这个层次当中 有世界排名前三名队员都在这个层次 比如说像排名第一的许欣 排名第二的张继科 第三的马龙 包括后面的陈琦 都是王立琴 都是在排名前十二名之内的这种队员 可能现在陈琦可能稍微十六 所以说我说这个大循环的这种质量 这种对抗性远远要高于一届世界锦标赛的这种质量 肯定是 所以说我们队员输一场球 甚至连输两场 甚至连输三场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最终打的是综合的技术实力 战术能力 包括你的思想 你的心理 意志品质 如果你能在这种比赛中撑到最后 无论输赢 都是一次很好的一种练习的机会 但这种比赛强度也确实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是安排的比较合理 每一场球 每一节课有两场球 像这种高质量的对抗 每天有四场 你像对马龙 对许欣这种 张继科这种精力上 体力上的这种投入 是非常大的 没错 许欣打球只要打不好之后 自己非常的懊恼 刚刚也是很可爱 双脚蹦了一下 然后刚刚也是自己 自言自语的 对自己说了一句 我们队员们都有他们的习惯动作 我们网友 如果细心的去观察的话 他们都有一些习惯的这种 包括揭发球 包括赢球之后 包括输球之后 包括发球之前 都有一些他们固有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队员互相也都在这种去观察 通过这种小动作 细微的这种表情 可以观察到对方的心理的一些变化 这还要对比心态 对今天早上的曾志导也是说了 说要做到面无表情 心里有什么想法 不往面上去 这种说是属于最高境界 让对方这种 洞察不到你的心里一些变化 但是目前我们现在 南线上讲的 相对来讲 当然这是一种风格 我们也还提倡一些这种 个性上的张扬 学性上的张扬 像张细克斯的衣服 因为现在可能众说风云 可能都人者见人 对运动员的这种形象的打造 我们可能每个年龄段 他们的喜好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 可能面无表情 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年龄 稍微偏大一点的这种球迷 他们比较喜欢 可能比较像大力 像马林 马林很不一样 很稳健 马林还稍微好一点 他可能比较沉稳 可能对于年轻队员 年轻的这种网友 这种就可能比较喜欢张细克 我记得以前 在张斌老师的风云会上 有一期是访谈张细克 然后张斌老师到张细克的家里 到他老家那边 然后访了当地的体育学校的小孩 然后你们喜欢谁 喜欢张细克 为什么呀 然后有一个小孩 已经是七八岁吧 他说因为他会撕衣服 现在小孩的喜好 可能有点像偶像那种 不仅仅是这个球打的好了 这个奥运会以后呢 我们这个蔡振华局长呢 也就率领我们中国队的这种教练员呢 到云南去召开了这种 我们国平三次创业的这种研讨会 其中最主要的也谈到了一条这一种 对于这种乒乓球项目的推广 对吧 我们运动员在今后的打造过程当中 去打造的方向 其中也谈到了许多 关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 运动员个性的培养 这种可能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 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在质的上面 有一些这种变化 其实呢 可能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呢 站在你们的角度 去对我们一些运动员呢 有一些好的建议 大家都可以提 对 既能够保持我们的运动成绩 还又能使我们的运动员 能够越来越得到媒体大众的喜欢 没错 好呢 刚刚呢 也是许昕一记非常漂亮的反击啊 最终是一比八 总比分的三比一 获得了这一小轮的胜利了 战胜了延安 那一会儿呢 许昕也是会来到我们的